起点是考试中心 然后沿着考试中心的斜坡 一路向下行 这时候要注意测速 而且要注意不要 撞到旁边的红白塑料挡板 因为在修路 所以路比较窄 所以可以慢一点 然后一路前行到 双白线 然后就稍微停一下 然后看左右两边的 有没有车过来 有车过来 就把车驶出来 然后在地面颜色有个交界处 然后向右转 右转过后靠右行 因为左边一般会停很多车 所以是靠右转右 然后一路沿着小路一直向前 然后也一直是右转 要转了吗 还没有 还要再向前 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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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严重路一直向前 就不向前 前面那个路口 要注意一点 前面离开什么样子 嗯 因为前面会 会经过巴西站 这地方就可以进去 嗯 嗯 最好不要进去吧 白天都也会进去 这边请了一条车 没有 没有在前面右转吗 这个地方 还没有转呢 现在还在校民街上吧 现在还在校民街上呢 那继续 继续 对对对 对那就没有转了 没有小巴站 嗯 然后还是一路沿着道路向前 还要经过百家超市 继续向前 然后这块就要注意 慢行了 然后现在能看到 这块前面是一个红绿灯 人行道 人行道 然后再过这种人行斑马线的时候 要注意两边的车辆 哦 两边的行人 如果有行人准备过的话 就一定要让他们过 因为行人在人行道上有优先使用权 然后继续向前 然后就会到了第一个帖子路口 这个路口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个路口 前面也有一个人行道 但这个人行道是没有半马线的人行道 但是也有人行道 但是也有人行道 那么如果停 如果能通过的话 可以通过这块 停在双白线 如果不可以的话 就要停的位置 不可以阻挡行人的通道 要留出一个车身到半个车身的距离 给行人 经过 然后到可以通过的时候 就停在了双白线这边 然后还是注意要 左看右看 要左右都看远一点 然后可以通过之后 就转出来 转出来之后 也是靠着 右边的车道行驶 然后继续 一路向前 这条路上可能会 停很多 以及停着不走的车 然后过这些车的时候 要先 往左 然后打 哦 往右 打右灯 往右盲点 然后过了他们 之后 再往左 再往左 打 打 左 中 打 左盲点 然后不用管路口 就是一直沿着这个道路 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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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错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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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好像有个路空 你可能走那种小路的 应该走大路 那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转 然后你继续向前 这个 还没到 好 继续 沿着右向前 好 这块停下 这块是一个很重要的路口 可以看出前面的单行线 到了这一块 它是边宽 所以我们到这块之后 要继续沿着这个双白线 要靠右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要打右灯 看右 然后往右盲点 然后走到这条线上 然后贴着 右到行驶 然后再继续向前 这块 为什么我们要再右到行驶呢 因为 就是考官 有可能让我们在这个路口 直行 或者向右转 所以 我们要沿着这边走 然后这边走也有一个 关键 就是如果我们右转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在红绿灯是绿灯 或者是绿色箭头灯的时候 转过来 然后但是我们行 如果要右转的话 行至 双白线解采是要等一下 确定 确定对面没有车辆过来的时候 我们再速度的开出 右转 但如果对面有车辆行驶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等一等 等对面的车辆过去之后再右转 如果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变红灯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对面车辆也停下来 也要赶紧右转 不然这边红灯之后 对面密灯了 我们停在这个位置 就会阻碍交通 好 现在我们就右转 行这条加密分解 这条是一段比较 比较近的路线 这条是一段比较近的路线 然后还是会 连着这条载载的暴露向前行驶 行驶 行驶 到入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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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开始了吧 到百家这个路口呢 还是要注意 因为百家这个路口 有可能 有可能 会有行人 要从这两边通过 所以要给行人留住 他们可以通过的路线 然后行驶 双白线接台等一等 然后看看左右的车辆 然后没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转出 转出之后 向向向向右转 然后 然后这块 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块向右转 转出来之后呢 是应该向左行的 靠左行 靠左行 但是如果左边有车的话呢 再靠右行 但是一般右边可能会停很多车 所以尽量应该是靠左行 然后 而且要注意路 前面停的是输车的话 那么是要 就是 一般不 不可以爬头输车 因为输车只是短时间的上下课 所以要等他们继续开 在后面停的等 好了 我们继续向前 这块也有斑马线 斑马线也要注意 就是要走过 嗯 要让行 要让行远行果 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向前 然后又会走到 回到 往隔的路口 往隔的路口 回到这个路口 之后呢 这次 我们要向 左转 然后还是依然 先 先往 就往左边的车辆 往右方 没有问题的话 就 打左转两根 往后向左转 往 出来 然后这条路呢 就 比较畅通了 好 如果这种有安全岛的道路呢 你就不用太在意 嗯 站在斑马线 右边的行人 但是要注意站在 安全岛上的行人 也就是 就要 嗯 左边的 斑马线 到安全岛中间 这块没有行人都可以过 但是如果 安全岛上有行人 就要停下来 这就是有安全岛 和没有安全岛的 斑马线的区别 好 依然是 移住向前 嗯 这边是一个小广场 嗯 这边是一个小广场 然后这个地方 应该是记得的 因为上次 嗯 录视到透视 就是在这里上的车 就是这里上的车 嗯 然后 然后 然后这里是一个巴士站 上次录视的透视 就是在这里下的巴士 这里下的巴士 这个 嗯 然后 自己进行 这里是爱宁商场 要过爱宁商场 嗯 嗯 然后道路的行驶 速度是畅通屋组的时候 30 30到40 有车的时候 嗯 或者 其他转弯的时候 控制在20 一下都可以 然后 到这个路口了吗 嗯 到了 嗯 嗯 然后行驶 这个路口之后 就是行驶 是这个中学的时候 看到中学这个标子的时候 就可以 向左转了 然后 像前面的几个车 这样 然后 车开进去 就是单行道 嗯 嗯 好像说 我们应该有点 对就是单行道 我们出的那一条就是单行道 嗯 哦 好了 然后我们就回到了这个 这个应该是从 左边 嗯 然后我们就 从左边 这边转上去 转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了 就不能 不能撞到 两边会停的车弯 然后我们就抬回去 抬回去之后呢 就会在这个上面 进行处方停戳 和载路交付的考试 那么 短路线的 你就已经换定了 谢谢收看 欢迎收看下一集